这绝对是近十年来最好看的国产恐怖电影 不仅在口碑和票房上全面超越前作 更是入围了第52届金马奖多项提名 红衣小女孩的绅士之谜也得以揭晓 喜欢刺激的粉丝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故事刚开始就是高能场面 一群不法分子正在山上偷到珍贵木材 挖着挖着竟然挖出了奇怪的东西 他们还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宝贝 哪想到竟然是一具用黄布包裹的女孩尸体 诡异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 林子里突然传来一个女孩的笑声 最后所有人全都被厉鬼杀害 不久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在山上相继失踪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社工舒芬接到朝阳群众举报 说一个女孩可能受到了家暴虐待 于是他们上门探访调查 女主人林美华似乎很不欢迎他们 看起来神神叨叨的 身上画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咒 舒芬在她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里面的摆设明显是一个祭坛 看起来相当诡异 紧接着她又发现了三个柱状物体 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尊雕像 正准备打开另外一个 林美华的反应明显非常激烈 舒芬掀开脸部 竟然是林美华的女儿永情 女孩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内裤 而且全身都画满了奇怪的符文 这不是虐待是什么 舒芬赶紧将女孩送进了福利院 一回到家 发现女儿雅婷在厕所呕吐不止 原来女儿竟然怀孕了 舒芬瞬间怒不可遏 当即就决定带雅婷去堕胎 在医院 母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雅婷十分不满舒芬对自己生活的过多干预 希望自己可以做决定 舒芬则表示她未满18岁 自己有权替她做决定 雅婷则直接质问舒芬当年 执意生下自己的时候 是否有人替她做决定 舒芬被问得哑口无言 因为当年她就是被学长欺负 才生下了雅婷 双方意见不合 最终决定先回家从长计议 可晚上回家 女儿竟然不见了 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学校里也找不到她的身影 无奈之下 她只好找到女儿的男朋友 男孩名叫林俊凯 正是打败煞魔神的去魔士林志成的儿子 如今她已经成了虎爷的最新继承人 但林俊凯却说雅婷已经很久没跟她联系了 而且好像还在刻意躲着她 他们赶紧调出学校的监控记录 发现雅婷失踪的时候 竟然跟着一个红衣小女孩 这明显就是被魔神宰拐走了 淑芬赶紧找到一个搜救队 一起上山寻找雅婷的下落 搜索良久 却是一无所获 这时突然又来了一大队人马 原来是俊凯他们 此时俊凯已经虎爷附体 她身形如昧低声嘶吼 像急了一头捕食的猛兽 她在地上嗅来嗅去 果然发现了重要线索 原来是一只白色女鞋 淑芬一看就知道是雅婷的鞋子 紧接着旁边的窗户又闪现出雅婷的身影 陆芬赶紧走进去寻找 这是一家已经荒废了15年的医院 经过一番寻找 果然在地上找到了雅婷的手机 紧接着背后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淑芬以为是雅婷赶紧追了上去 可惜通道里依然空空如也 阴森诡异的气氛叫人毛骨悚然 这时背后又闪过一个人影 淑芬赶紧又追了上去 进入房间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子 好像还在疯狂吃东西 仔细一看 吃的竟然全都是虫子 可女人却浑然不觉 而且还吃的津津有味 这个女人的肚子非常大 明显已经怀孕了 她们赶紧将女人送进了医院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就是上一步的沈一军 一军在医院很快就将孩子生了下来 但孩子早在母体就已经死亡多时 一军一时无法接受如此大的打击 瞬间陷入了癫狂状态 因为一军是目前唯一的幸存者 通过她也许能找到女儿的下落 于是淑芬将一军带回了自己家里 可哪想到她带回的不止一军 还有更加可怕的东西 注意前方就高能 舒芬离开后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背后的镜子突然碎了 紧接着钢琴自动弹了起来 随即背后又出现一个人影 怡君转身 竟然是智伟 看到智伟 怡君立刻就破防了 舒芬一回家 怡君已经不见了 桌上有一堆奇怪的资料 上面还画着非常奇怪的符文 看符文的样式 舒芬就知道是谁了 于是她立刻来到了林美华的家里 怡君果然在这里 但她已经被魔神仔附身了 她披头散发双眼发黑 像急了一头行尸走兽 怡君已经被魔神仔彻底控制了心智 林美华赶紧露开袖子 露出手上的符文 然后慢慢将怡君引到房间 看到墙上的符帐 林美华知道时机已到 于是迅速伸出双臂 用驱魔咒将怡君震飞到墙上 正好落进了符帐 魔神仔立刻现出了原形 而且还被死死吸附在符帐上 魔神仔拼命想要挣脱 但林美华根本不会给她机会 乃至魔神仔突然控制椅子 她狠狠地砸向了林美华 林美华的法术瞬间被破解 而魔神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她四处寻找的时候 魔神仔突然倒掉着出现 然后又迅速消失 紧接着又从她背后扑了上去 并死死勒住了她的脖子 情急之下 林美华伸出双臂 将符文正对她的脸上 魔神仔吓得赶紧逃跑 红衣女孩为什么会找上林美华 她为什么又会这些驱魔法术呢 林美华终于说出了背后的真相 林美华是红衣小女孩的妈妈 原来在18年前 林美华带着女儿去游乐场游玩 在玩过山车的时候突发事故 60多名小孩不幸遇难 其中就包括她的女儿 但林美华接受不了女儿死亡的事实 于是便启用了祖传的邪术 尝试让女儿死而复生 这种邪术称之为腐生脏 先用颅尾将尸体包裹 然后在尸体上浇上鸡血 并每天坚持在同一时乘坐 7天之后 女孩果然复活了 可女孩却变成了可怕的恶魔 林美华吓得赶紧逃跑 紧接着山上就出现了红衣小女孩的传说 而且不断有游客失踪被害 为了阻止她 林美华做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里面还藏着一件开光的扶杖 然后来到山上寻找红衣女孩 女孩看到妈妈果然出现了 林美华骗她说给她做了新衣服 靠近时突然将扶杖包裹她全身 并死死将她控制在扶杖内 虽然林美华万分痛苦 但除掉她才是唯一的选择 红衣小女孩就这样被制服 哪想到几个不法分子 晚上来到山上偷伐森林里的珍贵木材 不小心将红衣女孩给挖了出来 为了保护第二个女儿永晴 林美华在她身上画满符文 还把她藏在了家里 怡君听后怒不可遏 因为就是她创造了这个恶魔 才会导致智伟和奶奶的死亡 林美华自知酿成大错 于是决定上山阻止红衣女孩 为这件事做一个彻底的了结 到达废弃医院时 森林突然冒起了大雾 林美华嘱咐书芬在大雾消散前千万不能下车 然后和一军一起上山 为了表示作为母亲的诚意 林美华用石头划破手上的符文 然后张开双臂大声呼唤红衣小女孩 还说自己会永远在这里陪着她 红衣女孩看到她后 立刻想起了以前被骗的事情 母亲的欺骗已经彻底泯灭了她最后一点人性 就在这时 林美华的伤口突然涌出很多虫子 紧接着脖子上也涌了出来 吓得她赶紧驱赶 乃至她的眼睛也开始冒出虫子 随即一股飞虫从她口里涌了出来 书芬听到惨叫正担心着 乃至雅婷突然从车边闪过 书芬忘记了林美华的劝告立刻跟了上去 而林美华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看着林美华的尸体一军瞬间崩溃 发疯似的大叫红衣女孩出来决动 还好俊凯及时赶到 将一军强行拉回了车里 然后叫同伴赶紧送她下山 书芬一路跟着雅婷再次来到了废弃医院 俊凯立刻也跟了上来 但魔神仔明显不太欢迎她 开始控制柜子疯狂攻击她 然后又拽着她直接扎进钢筋穿胸而过 书芬在黑暗中摸索两酒后几度陷入幻觉 但终于让她找到了雅婷 此时雅婷正躺在废弃的手术台上 而且全身都被藤蔓绑着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将女儿给救了出来 可绕来绕去总是会回到原点 这时又突然出现一群救援队 还说跟着他们走就能走出去 刚没走上几步 黑暗中竟然出现了一头猛兽 救援队全都吓得退到了后面 猛兽大吼一声 救援队全都现出了原形 原来他们都是魔神仔变的 这头猛兽正是守卫神虎爷 俊凯被刺穿时 魔神仔也趁机扑了上来 情急之下他请来了虎爷的真身 在虎爷的保护下 魔神仔全都不敢靠近 最后终于顺利走出了废弃医院 可更多魔神仔扑了上来 数量之多简直令人炸舌 虎爷立刻扑了上去 将一群魔神仔揍得落花流水 然后又大吼一声 所有魔神仔瞬间被全部去散 魔神仔见斗不过虎爷 于是偷偷走到了雅婷身后 趁机复身进了他的身体 雅婷立刻开始发狂 并开始大笑着呼唤俊凯的名字 虎爷复身期间不能直呼宿主的名字 虎爷立刻开始满地翻滚 不久就离开了俊凯的身体 与此同时 怡君赶紧回到了林美华的家 因为红衣女孩可能会对永晴下手 可才刚藏好永晴 门外就传来了志伟的声音 志伟声泪俱下地求他开门 怡君心一软就把他放了进来 但他最终醒悟了过来 知道志伟是红衣女孩变的 于是狠狠将他撞到了扶杖上 红衣女孩立刻现出了原形 可立刻又消失不见了 没有林美华的驱魔扶咒 怡君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被狠狠摔在地上晕了过去 醒来时他已经被红衣女孩附身了 紧接着又朝永晴扑了过去 永晴问他妈妈呢 他说妈妈死掉了 妈妈不要我了还把我变成了怪物 但永晴却说他不是怪物 而是一位善良的姐姐 妈妈也从来没有不要他 相反还把永晴这个名字 点了他这个妹妹 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他 妹妹的真情流露 让红衣女孩想起了 和母亲的美好过往 最终重新唤醒了他的人性 随即 红衣女孩脱离了一军身体 变回了自己的真身 永晴拉着他的手说 听完妹妹的话 红衣女孩身上的力气全部退去 重新变回了正常女孩的形象 一滴热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他的心结终于彻底解脱 而此时俊凯他们却陷入了绝境 无数只魔神仔将他们重重包围 千军一发的时刻 一只红色飞蛾突然飞了过来 紧接着又涌出更多飞蛾 瞬间将所有魔神仔全部驱散 还形成了一道结界 将俊凯他们保护在正中间 原来是红衣女孩赶到了这里 面对魔神仔的千军万马 红衣女孩稳如泰山 然后又化成一群飞蛾 直冲阴霾密布的天空 最后阳光普照大地 瞬间驱散了一切 黑暗随着红色飞蛾的飞离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最后一军收养了永晴 雅婷也把孩子健康地生了下来 超级温馨治愈的结局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 我是大嘴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